一号仙谷极品玲珑圣塔之内 转眼又过去二百八十年 漠然间 弱大塔内爬满密密麻麻的裂纹 一股强横的气息自弹云体内弥漫而出 若能内视弹云身体的话 便会发现它灵职内鸿蒙领域里 已经凝聚出了第二尊鸿蒙玉魂 同一时间 天伐山脉深处 神魂先攻 一处气势辉弘大殿之内 正笑呵呵端坐以男一女 女子风韵犹存 正是神魂先攻公主诸葛宇 男子乃是一名老者 此人正是永恒先宗宗主 如焉无极 皇府圣宗神魂先攻永恒先宗 皆相隔甚远 两人自然还不知道 皇府圣宗如今的现状 十几年前 司徒风让那名黑衣人 给妻子诸葛宇送信时曾提到过 谭云已经坐上皇府圣宗宗宗主之位 还说谭云天赋一饼 不能再让谭云继续成长下去 还让诸葛宇找到汝颜无极 一起与南宫圣主商议 尽快协商好 做随时攻打皇府圣宗的准备 最后 司徒风还让送信的黑衣人 寻找汝颜无极 尤其商议攻打皇府圣宗之事 当时汝颜无极 感知到了玉胎镜一重的屏障 正在闭关之中 而且汝颜无极闭关前 曾告诉护法老祖 就算天塌了 也不要打扰自己 他之所以会这么说 自是因为从古至今 有无数名神域镜大圆满强者 穷其一生 也未能触摸到玉胎镜的屏障 可想而知汝颜无极 触摸到屏障之时 是多么的亢奋 此刻神域镜九重的诸葛宇 笑看汝颜无极 恭喜汝颜宗主 步入玉胎镜 谢谢谢谢 哎呀 上次诸葛公主 前往我宗寻我 我也听说了 这不 我刚出关就赶过来了 不知诸葛公主 上次亲临彼宗 所为何事啊 诸葛宇文言 便将先前从夫君处 得知的事情 告诉了如颜无极 借阎明 此刻一道前往南宫圣朝 与南宫圣主商议 攻打皇府圣宗事宜 老奸巨华的如颜无极 不动声色连连点头 实则心中却是冷笑不止 当初和南宫圣主的约定 是待我儿与南宫与卿成婚 才算真正结盟 现在不过是订婚 就想把本宗主当枪使 若本宗主现在帮你们 将皇府圣宗打下来 连殷师可是约定 要将皇府圣宗 让给南宫圣朝 现在尚未成婚 若真打下来 你们一旦变卦 本宗主岂不是亏达了 四季此处 如颜无极 做出神色凝重的模样 诸葛公主 你有所博之 如今我高祖正在冲刺 玉胎境七重 我担心我们现在 对皇府圣宗出手 若他们有玉胎境六重打能 恐怕彼此无疑呀 主颜总主大可放心 据我夫君说 皇府圣宗近年来 还从未听说 有人晋升玉胎境 唯一一名玉胎境的 宇文精伦 也早在数千年前 身死盗销了 诸葛宇有种感觉 是如颜无极 并不愿意出手 而就在他私存之时 如颜无极随后一息话 让他终于明白 问题之所在 诸葛公主 此事事关重大 不可轻举妄动 这样吧 我高祖短期内 也无法出关 我们不如即刻启程 前往南宫圣巢 与南宫圣主 协商一番 将我儿 与玉胤的婚事提前 我高祖可能 十二年后便可出关 我们就定在 十二年后 让他们成婚 成婚后三天 我永恒先宗南宫圣巢与贵宗 一道攻打皇府圣宗 依照约定 覆灭皇府圣宗后 皇府圣宗这处动天府邸 当归南宫圣巢左右 如何 好 本公主答应 如烟宗主 走吧 我们即刻前往南宫圣巢 诸葛宇明白 如烟无疾根本不是惧怕皇府圣宗 而是担心 现在攻打皇府圣宗之后 自己和南宫圣主 会返回婚事 虽说他心知肚明 但他自然不会在此时调命 诸葛宇快言快语 如烟无疾朗笑一声 便与诸葛宇一道凌空飞出了大殿 天伐山脉浩瀚无疑 诸葛宇他们若要经过皇府圣宗 必须要刻意多飞半个月才是 故而 两人从天伐山脉深处 好时数个月 穿梭天伐山脉中部地域 并未浪费时间 查看那皇府圣宗现状 而是直接废除了天伐山脉 二人前后耗时一年 终于抵达南宫圣朝 金碧辉煌的大殿左侧 落作汝烟无疾 右侧端坐诸葛宇 大殿席位上端坐一对中年夫妇 男人身材魁梧 浑身散发与生俱来的王者气息 此人正是南宫圣主 南宫清前 女人随为妇人装属 但年龄显然没在容貌之上 留下任何岁月痕迹 此女乃是南宫圣母石宛若 在外人看来 她乃是南宫玉庆和南宫如雪的生母 实则 除石宛若之外 只有三人知道 她并非玉庆姐妹的生母 而这三个人 就是南宫圣主 段苍天和诸葛宇 之所以南宫玉庆姐妹 会误认对方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中间另有对于姐妹二人极为残忍的隐情 南宫圣主听完汝烟无疾的提议后 小呵呵开口 呵呵呵 本圣主 本想带本圣祖高祖出关之后 让他老人甲与你高祖一道主持婚礼 既然汝烟宗主想提亲 本圣主自然同意 那就依你之见吧 十一年后的今天 让汝烟臣和玉庆成婚 成婚之后 我们三大势力立刻攻打皇府圣宗 对了 这成婚之处 就选在我南宫圣朝如何 没有问题 呵呵呵 以言为定